宴会上,我被闺蜜的男友拉进洗手间,我慌张地捂住身上的春光,我可是你老婆闺蜜,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? 她将我死死前进怀里,轻笑着,那你听听,你的好闺蜜到底在干嘛? 一时间,老公和女人的交喘在我耳畔响起,这次晚宴,是我第一次随老公林毅共同出席。 忽然闺蜜一崴脚,酒杯里大半的酒水都洒到了我的衣裙上。 她慌忙地道歉,对不起啊乐乐,我刚才没站稳才这样的,你没事吧? 我摆摆手,刚要开口,林毅嫌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 第一次带你出来,就给我丢人,能不能学学娇娇稳重一点?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没用的老婆? 我红着眼眶,死死地掐着手心的肉,转身去了洗手间。 眼见四下无人,我打算解开扣子,好好清洗一下污秽的地方,却被身后伸出的大手,捂着嘴拖进了隔间。 我奋力地挣扎着。 一道灼热的鼻息喷涌在我的耳畔,男人轻笑着, 哼,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这么会扭啊。 我慢慢放弃了抵抗,趁他放松警惕之际,一手肘向后倒去。 男人闷哼一声,下意识松开了我。 我慌张地捂住胸口,看向身后的男人,我愣住了。 这不是我闺蜜老公赵说吗? 怎么会是他? 我咬咬唇,弱弱地说道,你是不是喝多了? 许娇娇在外面呢,你要是需要,我可以帮你去叫他。 傻瓜,我还没有醉到会认错人的地步他玩味地打量着我,看着我窘迫的样子,我要的就是你。 我恼怒地看着他,我可是你老婆的闺蜜,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? 呸,人渣。 突然,一对嬉闹着情侣闯入了旁边的隔间。 他一把将我扯进怀里,声音暧昧低沉,嘘,给你听点好玩的。 你来听听,你的好闺蜜到底在干嘛? 嗯,不要。 我努力扭动着身躯,又怕发出声音,突然男人的一声喘息,像一道惊雷劈在了我的耳畔。 我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。 同床共枕的夫妻,临疫情动时的声音最是迷人, 但现在,这道声音却出现在了另一个女人的身上。 讨厌别弄出印子,不然再让人看出点什么来,可就不好了。 嘶,放松点清脆的巴掌声响起。 许娇娇儿的一声,娇媚地喘息着。 林毅调笑地问着对方,那你给我弄出这印子,就不怕你好闺蜜看到了。 许娇娇吱笑一声,那个蠢货能知道什么? 都睡了这么多年了,她不还是什么也不知道? 白痴一个。 她说得没错,这些年林毅对我少言寡语,甚至连孩子的死都怪在了我头上。 在我愣神之际,赵硕的一只手搂住我的腰,另外一只手则是捂住我的嘴,手指轻轻拨弄。 我摇着头,极力抵抗身体的本能反应,却又怕动静太大,惊动隔壁的两人,只能努力忍耐着。 赵硕,求你,求你放了我我红卓眼不停地求饶。 她喃喃地开口,不可以。 嗯,不要!忽然,碰得开门声,惊醒了我。 我愤怒地甩了赵硕一巴掌,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。 等我收拾好自己,来到宴会上时,赵硕搂着许娇娇的腰正在跟林毅交谈。 我忍耐着那股肿胀,缓慢地朝他们走去,林毅笑着对他们说了什么。 她一把将我扯进身侧,厌恶地开口,跟着我,别再给我丢人现眼了。 你最好听话点,否则我就毁了那东西。 一抬眼就看到许娇娇那极恨的目光,我娇笑着,好啊。 隔天,林毅突然拿出一份合约要我签署。 为什么是我? 难道首选不应该是许娇娇吗? 林毅不耐烦地呵斥着,你把娇娇想成什么人了? 现在我需要你,你帮我,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? 这么多年,你吃我的喝我的,你没得选。 发觉自己说话太重,她缓和下口气继续劝说,我需要那份文件,而赵硕正好需要秘书,你只要帮我拿到它。 看眼我有些犹豫,林毅咬咬牙,那件东西我就还你。 我承认我被她给出的条件打动了。 两年前,乐时传媒在行业内风头正盛,林毅入坠了我们家。 然而好景不长,一夜间公司宣告破产,母亲接受不了打击,从楼上跌落下来去世了。 这些年,林毅捏着那些遗物,要我为她当牛做马,但她不知道,就差那最后一件,我就能找到真凶。 我乖顺地低下头,掩饰住眼底的恨意,好,我签。 次日,我按照约定来到了赵硕的公寓。 他赤裸着胸膛,丢给我一件旗袍,别有深意地笑着,穿上。 如果你只是叫我来玩这种无聊的游戏,大可不必。 你不想知道纸条上的事情了吗? 两人齐齐开口,他的话让我一惊,颤着声地开口,是真的吗? 赵硕弯下腰,细细密密地亲吻着我的脖梗,嗓音暗哑低沉,听话,换上它。 打开门,我不停拉扯着衣服下摆,两边的开叉若隐若现着挺翘的臀部。 满意了,可以告诉我了吗? 如果你敢骗我,我就嗯。 一阵天旋地转,我被他扔到床上,栖身堵住了嘴巴。 我红着脸,胳膊挡在身前不断推剧,混蛋,放手,恩我不要。 他把自己的浴袍扯掉,男人的躯体完完整整地暴露出来,伸手除去了我身上仅剩的遮羞布。 男人狭长的眼里都是欲望的黑光。 他拿出录音笔,玩味地看着我,想要? 那就自己拿出来。 嗯,不要啊。 说着,他竟撩开了我的裙子,把录音笔,凑了过来。 我紧紧捏住被子,一脸警惕地看着眼前向我伸出手的男人。 给你。 忽视他的眼底的担忧,我按下播放键。 声音一出,我的脸瞬间变得惨白,生气得身体发抖,连牙齿也咬得咯咯作响。 他不防我,我去弄,不过你这计量没问题吧? 一阵沙沙声过后,两人争吵了起来。 你不是说,不治死吗? 你他妈不是在害我吗? 现在老太婆死都死了,还是想想怎么稳住乐宁吧,毕竟他手里还握着我们要的东西。 为什么会是他? 突然,赵硕的手里响了,他接通了电话,许娇娇柔媚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。 别忘了明天的基金会他不经意地问道,乐乐呢?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? 在跟客户谈合作呢,你找他有事吗? 许娇娇吱吱吾的抛下一句,没事,就匆忙挂断了电话。 我被气得投婚,对着他又打又骂地发起脾气来。 为什么你早不拿出这个录音,这对狗男女害死了我妈,你还在包庇他们? 你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? 你还要这样羞辱我,有意思吗? 既然你想要的目的达到了,能放过我了吗? 我绝望,无助,泪水大滴大滴地从眼里掉落。 男人的眼底闪过一丝心疼,抬手将我拥入怀中。 对不起,是我不好,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, 只是男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太喜欢你了,所以用错了方式。 这个音频是我在他电脑里拷贝的,只是当时情况紧急,只拷贝了这一个。 这说明许娇娇也不是完全信任灵异的,所以我们有机可衬。 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,他说他喜欢我。 这又是什么新型诈骗话术吗? 我只有你一个,真的,他看我狐疑的眼神,咬牙在我耳边吐出三个字。 什么?我震惊地瞪大了双眼,那刚刚? 我静一不定地眼神向下看去,什么电动玩具这么逼真。 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,这是真的。 要再试试吗? 哦,莫,玩具了哈。 基金会上,林毅发消息要我去后台找他。 看着信息我冷笑一声,看来有些人已经按捺不住了。 远远地,就看到他靠在墙边把玩着什么,看我来了,拿起手中的东西冲我晃了晃,我要的东西呢? 我将手里的优盘递给他,伸手结果娃娃,他忽然上前一把将我拥进怀里,手指隔着薄薄的蕾丝,都成这样了,看来,他也不怎么联系你啊。 说着,狠狠地将我推到墙上,掐住我的脖子。 我仗红着脸,扒住他的手臂,震惊地看着他。 林毅宁笑着,恶狠狠道,见人,爬床的功利舰长啊,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贞结烈女,原来都是装的。 他冷笑一声,晃晃手里的东西,你说,要是我把这个东西放给许娇娇听,他会怎么看你呢? 我疯狂地摇头,祈求地看着他。 好歹我们夫妻一场,我也不会这么绝情的。 他递给我一个粉包,一会儿酒会,把这个倒进赵硕杯子里。 这是什么? 毒品? 你要?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 林毅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头,阴森森地道,只要你完成了,这个录音我会自动销毁。 但是如果你玩不成,我就拉着你,一起下地狱。 听到有脚步声走近,他又恢复了笑咪咪的样子,拍拍我,老婆别怕,一切都有老公呢。 说完,他整整衣领离开了。 回到台上,我心不在焉地和嘉宾们握着手。 一只大手,用他粗利的拇指,轻轻地抹扎着我的虎口,抬眼等过去,男人眼里满是戏血。 我心里一悬,在大庭广众之下,他想做什么? 索性他只是,抹扎了一会儿,就松开了我的手。 等我处理完其他事,回到办公室时,门口的黑衣保镖惹得员工频频回首。 赵硕翘着腿坐在沙发上,看来是在等我。 我看着男人,压低声音问道,你在这干什么? 赵硕示意保镖关上门,门一关,我的心里顿时紧张起来。 他是知道了。 赵硕起身走向我,一把抱起我。 啊,你放开。 男人将头埋进我的颈窝,吻着脖梗,低声呢喃。 我今天一看到你就想你。 听到这话,我挣扎得更激烈了,真是个无耻的疯子。 不想被外面的人听到,就乖一点。 男人低声威胁着我看到他把你带走了,我好嫉妒啊,你要怎么补偿我呢? 他看着楚楚可怜的我,无辜地说道, 我可以忍,但是他忍不了。 我红着眼,低声求他,求你了赵硕,不要在这。 他紧紧盯住我的脸,好半嗓终于松开了我,我心头一松,赶紧离他坐远了些。 突然,我不设防地被他一把拉回,斜笑着道,该吃午饭了。 男人的手轻扶着我的头,像在摸一个温顺的猫咪。 良久,我爬在马桶边,不停地干呕着,麻木地看着镜中的自己,补完妆后走了出去。 迎面遇上了江家的千金江千千,想着他之前多次暗示我给他牵线,我捏紧手中的粉包。 微笑着说道,赵总在308的总统套房,我带你去吧。 回到房间后,我坠坠不安地盯着手机看了很久。 应该,成功了吧。 一晚上,我不停地从梦中惊醒,半梦半醒间闻到了空气里的丝丝酒味。 睁开眼一看,啊得一声尖叫,吓得我坐起身来。 赵硕坐在我的床边,星红的眼眸正死死地盯着我,也不知道看了多久。 男人脸色铁青,语气森然道,看到我没事,你很失望吧。 赵硕伸手将我狠狠甩在床上,在我还头晕脑胀时,就被他压在了身下。 你放开! 你这个变态! 他突然勾唇一笑。 嗯,嗯。 赵硕慢条丝里地包去我的睡裙,安静地可怕。 啊呜。 突如其来的鞭打,令我的情绪高度紧张,剧痛和义无带来的强烈刺激下,我失控了。 哗! 赵硕捏起我的下巴,声音听不出喜怒,知道错了吗? 我克制尖叫的欲望,颤抖着声音求他,放过我,错了。 忽然,一阵手机铃声在我耳边乍响。 将我从诗绳中拉回。 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慌张地披上睡裙,看向脸色晦暗不明的男人。 我泪眼朦胧地如动着唇,我没有L。 赵硕伸手擦拭着我脸上的泪痕,轻声解释,我知道,但你不该把我推给别人,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 我扭过头眉吭声,逃避着他痛楚的眼神。 赵硕无奈地叹了口气,亲了亲我饱满的额头,轻声哄道,睡吧。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,赵硕在我耳边讲起了睡前故事。 他说,有只被命运抛弃的小狗,但他在幼崽时遇到了一位公主。 城堡里的小公主见不得小流浪狗孤苦无依,祈求妈妈给了他一个家。 小狗很想靠近这么温暖,却弄巧成桌地伤害到了对方,被驱逐了。 之后的每一天,小狗只能远远地躲起来看着对方。 然而几年过去,双方都已变了模样,小公主也忘记了他,但小狗还是找到了回家的路。 比起这个故事,我更愿相信对方是另有所图。 突然,手里被强行塞进了异物。 这是什么? 黏人的大狗蹭蹭我的脸颊,交代道,收好哦,下次见面记得带着他来找我。 那天之后,赵硕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 铺天盖地的丑闻袭来,他却没有出面回应过。 他的手机进入了无人接听的状态。 许娇娇接任了赵硕总裁的位置,对外放出消息, 圣灵公司入股即将成为赵氏集团第二大股东。 而我被这对狗男女求见了起来。 灵异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这几天过得不好受吧? 想不想活着出去? 嗯嗯嗯,嘴巴被迫不塞住, 我只能疯狂点头,丝毫不在意他们眼中我狼狈的模样。 哟,我还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吗? 许娇娇从她背后走出,一脸猙獰地扯住我的头发, 疼得我眼流直流,被迫抬头看着她,你知道吗?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副无时无刻不再施舍的样子,如果不是你有两个臭钱,我会跟你做朋友吗? 笑话,还有你那个妈,狗眼看人低,我跟你做朋友的时候,她喇喇正眼瞧过我,只能说她死得好。 听到她辱骂我的亲人,我疯了一般,冲上去打她,被淋漪一脚踹倒在地。 贱人! 你敢打娇娇,我打死你。 她狠狠地提打着我的背和腰腹,粗糙的地面蹭破了我娇嫩的皮肤,只能勾搂着身躯,减轻疼痛。 看着两人相互依偎远去的背影,我在心底冷笑着,许娇娇,你会回来找我的。 果不其然,第二天她,再次来到了小屋,而林毅不知道被她知道了哪去,没有随她一起。 贱女人,这东西哪来的?她愤恨地辱骂着我,会勾引人就是不一样,让赵硕都把这东西给你了,你可真有本事。 我吃笑一声,哼,那你还不是来了? 她战战兢兢地问道,你想干什么?我告诉你,我可不怕这些,如果你彻底死在这里,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? 哦,是吗?赵硕你们找到了吗? 听到这话,许娇娇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。 我乘胜追击道,但我可以帮你的,只要你放了我。 她狐疑地看着我,就这么简单。 我不信,你难道不想? 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的疑问,你爱信不信,反正她与你而言是个定时炸弹,与我无关。 好她沉思着点点头,我答应你。 我们在一所破旧的小屋里找到了赵硕,林毅迫不及待地向她炫耀着到手的一切。 她懒着我,走向跪趴在地上的男人,猖狂大笑,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? 看你对我老婆这么深情的份上,我成全你,说吧,将我一把摔倒地上,送你们两人一起上路。 啊,我故作惊恐地尖叫着爬向林毅,拽着她的裤子祈求道,求求你不要杀我,你让我做什么都行,我不想死啊。 是你说找到她就放了我的,带我走,你不能骗我林毅。 她一脚将我踢开,唾弃道,真是贱骨头。 你以为你都这样了我还会要你吗? 我爱的人是许娇娇,你只不过是我得到财产的一个工具罢了。 实话告诉你吧,你妈和那个小贱种都是我杀的。 你以为,就你也配生下我的孩子。 我惊恐地睁大眼睛,不敢置信得道,你怎么能? 我妈妈对你不好吗?你为什么要这样? 奶奶还那么小,你怎么敢? 我字字气血地吼叫着,所以你就跟许娇娇杀了他们。 是啊,就是我跟许娇娇杀。 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,林毅难以置信,转身地看向身后。 他伸出手指着对方想要再说些什么,却捂着后腰倒在了地上。 你,你们。 赵硕扶着我站了起来,可悲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林毅。 怎么,被人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? 我捂着嘴嘲笑道,还是你最爱的人呢。 他不甘心地呕出一口血,娇娇,刚才我不是。 生怕他再多说什么,许娇娇手里握着带血的刀子, 狠狠地刺了好几下。 你为什么要多嘴? 你不要怪我,我本来不想杀你的。 都是他们。 都是他们。 看着满手的仙红,许娇娇娇儿地尖叫出声,刀子掉落在地上。 他瑟瑟发抖地朝后退去, 我们现在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,你们不能抛弃我。 你们答应我不追究的,那些视频会删掉的对不对? 我不想坐牢啊,他喃喃自语着,我还年轻,我不能去坐牢啊。 你们会放过我的,对吗? 你们答应,答应我的。 眼看我没什么反应,他声泪俱下向我哭诉,不停地对着我磕头道歉,对不起我错了。 我真的知道错了,我只是嫉妒你而已,但我真的没想让你妈妈死的。 是他,都是他给我的药,最该死的人就是他。 乐乐乐乐,我已经帮你杀了他了,你放过我吧。 我心头一阵痛楚,冷漠地问道,那喃喃呢? 他又阻碍了你什么? 他他太吵了,我怕别人发现我跟林毅, 所以我只是想让他安静一会儿,就一小会儿,谁知道。 这真的不能怪我,是他自己命短,他根本就不该出声的, 越说他的情绪愈发激动,逐渐开始胡言乱语,林毅根本不爱你, 他就是个孽种,他早晚都得被害死啊。 赵硕一脚将他踹开,许娇娇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着。 我二话没说,拿过一旁的麻袋,套在他的头上使劲勒住。 你好吵啊,安静会好吗? 我赤红的双目用力,他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大,痛吗? 你也知道痛,那我的孩子呢? 他还那么小,就被你害死了。 你怎么不去死呢? 见我状态不对,赵硕过来拉开了我的手, 心疼地抚摸着我乐红的手心。 让他们来,别脏了自己的手。 可嗨嗨,可欧许娇娇仰面躺着, 像调冰死的鱼大口喘息着, 我不能死,对,不能死,该死的是你,是你们。 眼看我们要走,他捡起手边的刀子冲上来, 尖叫着,我不能死,要死也是你们去死。 啊,癫狂的女人被保镖用棍子打折了腿, 接着就被身边的保镖拽起套上了麻袋。 赵硕对着保镖使了个眼色, 陪着我一言不发地向外走去, 身后穿来女人挣扎的尖叫, 声音欲见微弱,最后彻底没了动静。 他紧紧牵着我的手, 担忧地看着我,你还好吗? 就不该让你来的,都说了一切由我, 你是不相信我吗? 我钉钉地看着他,笑着道, 谢谢你,赵硕。 他立马不正经地调笑着, 谢谢可不只是嘴巴说说哦, 一手揽住我的腰支,贴近他的腰腹, 他开始想你的紧呢? 正要开口我眉头微皱, 吓附一阵剧痛,眼前一黑我昏了过去。 医生拿着病例叮嘱道, 情绪波动太大, 胎像不稳,回家静养几天就好了。 我安静地抚摸着肚子, 抬眼就看到赵硕眼巴巴地望着我, 顿时心乱如麻。 似乎是看出我的为难, 他接过话茬, 如果你愿意, 请给我一次与你共度余生的机会。 当然他苦笑一下, 如果你不愿意, 无论怎样,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,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我犹豫不定地开口, 给我点时间吧。 好, 在男人精心呵护下, 我渐渐地放下了芥蒂。 一日收拾衣物时, 恰巧翻出了南南曾经的衣服, 一想到我那被人害死的孩子, 心底一阵抽痛。 思量片刻,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医院的电话。 职业的声音从听筒中传出, 你要预约下午的流产手术室吗?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, 赵硕的脚边堆了一地的烟头, 呛人的烟味熏得我胃里直恶心。 看到我后, 他慌张地起身想过来, 却在看到我的肚子后红了眼眶。 哽咽地问道, 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没资格了?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抱住了他, 我去医院拿了点安胎的药, 你以为是什么? 男人无措地摆弄着东西, 吱吱吾吾, 那你的意思是, 像是怕失望似的努力找不着。 嗯,如果你没想清楚, 也可以继续想想。 就,我的意思是你可以。 我想清楚了我笑着打断他。 男人震惊地看向我, 逐渐泛红了眼眶。 眼看肚子一天天变大, 我们就近挑了个好日子打算举办婚礼。 乐宁女士, 你是否愿意赵硕先生成为你的丈夫 与他缔结婚约?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,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, 都爱他, 尊重他, 接纳他, 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。 迷途的小狗终于寻回了 他的小公主, 我看着男人坚定地说道, 我愿意, 玩。